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些人看到我在路上 我上洗手間 他說先生你走錯了 我說對不起 我是太太 因為我打針 所以現在頭髮掉了 我於民國81年的9月份 我的右邊 右下方很不舒服 我起先還以為有一點點 大概是好像是盲腸炎 那邊盲腸有點發炎的樣子 我就不在意 到了9月中旬實在是痛得很難過 我就去到一個婦產科醫生那邊去看一下 他說我給你做個掃描 我說我現在不生孩子了 我要掃什麼描啊 他說我給你看一下 他說你暖巢裡面長了一個牛六公分 因為我們在這方面 醫學常識很貧乏 我沒辦法我就去求助中醫 因為我不想要開刀 到中醫那邊去吃了幾副中藥 並沒有效果 然後又很疼 痛得沒辦法了 我只好又去到台南醫院看 到台南省的醫院 醫生說 哎呦 他說你這腫瘤怎麼那麼大 它9公分啊 我心想前後才只有兩個星期 就長了3公分 我想兩個星期要長三斤肉很難 長三公分的腫瘤真是相當的快 那時候你馬上要開刀 所以我81年的10月16號 我就開了我生平的第一刀 開刀之後 檢查結果是卵巢癌第二期 那個時候人家一談 殘癌色變 我也輕盈 我也是我很害怕 我心想大概來日不多了 醫生說你不要怕 你打這個化療症打了就好 到了我81年的12月下旬 大概20幾號左右 情況不好 我下體有分泌物 那醫生就給我照斷層掃描 他說你下面長了一個 我長一個什麼東西 他長了一個 又長了一個瘤 我說你不是給我打了化療症嗎 怎麼還會長呢 他說黃小姐對不起 他說你要曉得 你這個腫瘤是 復發性的腫瘤 一個暖巢癌 一個暖巢腫瘤有十幾種 我說蛤有十幾種 你這個是春風吹入聲 會復發的 我沒辦法我就往榮總走 82年的1月13號 我在榮總開的是第一刀 也是我生平的第二刀 到了回去 到2月份我再來做化療 因為每一個月打一針 到第二個月來做化療的時候 他我做掃描啊 他說哎呦 你好像長了一點 我說長了一點什麼東西啊 他說又長了一點 我說又長了一個腫瘤 我說蛤又長腫瘤啊 我就說怎麼搞的 怎麼又長了呢 我就跟主任說沒關係 我現在給你打化療 我3月份下旬 3月26號 我的情況很不好 醫生說 你這個瘤長大了 那沒辦法 那你只有開刀啊 4月12號 我開了我的第三刀 第三刀開完之後 對不起 我的情況非常不好 我的白血球只有800 那個人如果站在四五步這個地方 我看不見 而且沒有精神 我眼睛一直想閉著 我躺在床上 很可憐 我就跟醫生講 我這牛沒有什麼藥給我吃 他說幹什麼 打一針的話讓我走了算了 我整個口腔到我喉嚨 全部都是破的 排泄不正常 我睡不著 我吃不下 整整在榮總租了兩個半月的醫院 到了6月份 再來打化療症的時候 每次一照超音波我就很怕 我說怎麼樣啊 他說嗯好像有一點 到了我7月份 我在上來的時候 他說哎呦 你的牛又長大了 我說醫生 我說是不是要開刀啊 他說哎 我說我想也是 沒辦法 這個時候 我的貴人來了 我讀高中的同學 王明小姐 她告訴我 她說靈芝可以用 吃靈芝很有效 我7月22號 我手術完 第四次的手術完 我就開始服用靈芝 服用到去年的12月底 情況都不錯 到超音波也沒有 我的腫瘤指數也很正常 我這是蠻高興的 蠻有點笑容的 剛剛笑容還沒有 一會兒啊 你看是昙花一現啊 就是那一剎那的笑容 我12月下旬 我沒有大便 我小便的時候 我排的大便是粉紅色的 像鼻涕一樣黏黏的東西 我肚子開始發脹 我吃不下 我也睡不著 我又去台北了 醫生說哎呦 你這個腫瘤怎麼長到十公分啊 我說蛤 長哪邊啊 我原來是長左邊啊 原來都是 我前面四刀都在右邊啊 他就長到左邊來了 我說蛤 十公分啊 我這樣臉變得很難看 大家都知道 我沒吃靈芝的時候 從來沒有長過十公分 我吃靈芝還長十公分 我手術完了之後 醫生說 黃淳雲啊你這次很幸運 你知道嗎 他說啊 因為你那個腫瘤裡面 裡面有三個 三個呢 有個一包倒 如果你那個腫瘤其中一個破了的話 那個磨破掉的話 就等於說是擴散了 如果擴散的話 今天我就沒有這個資格站在這裡 我要想站這裡 我也不行了 因為那個磨 為什麼會有那層磨呢 這就是那個神奇靈芝的效果 就在這裡 我從今年的一月份手術之後 我開始服用靈芝 一天兩瓶 一天兩瓶 一天兩瓶一天服用六次 然後過了一個月 我開始服用一瓶半 過了第三個月 我開始服用一瓶 我從第三個月開始 服用一瓶到現在 我原來的體重 我身體最不好 情況最差的時候 只有41公斤 我現在的體重 各位一看 大概曉得 我是54公斤 比不生病的時候還要好 我從台南來 今天我特地掏種種 去看我兩個好朋友病友 我一月份住院的時候 他住在我旁邊那個病房 我今天跑去給他講 我說你要 你靈芝要好好的服用他 我說你要健康 我說你要財富 你要平安 你就要服用靈芝 你服用了靈芝 你明天就會更好 你就擁有健康 你也有美麗的人生 靈芝對於這個癌細胞 我們在株子培養的時候 靈芝裡邊分裂出一種 過氧化的脈絞固存 那麼和乾癌細胞一起來培養 那麼這個量呢非常低 那麼一吸一吸的當中 按有百萬分之二十 要和靈芝一樣明前 方便可以免費 發生育治癌成香鼺 除了这个以外 还可以增加免疫技能 增加了天然杀术细胞 就可以专门杀 这个 癌细胞 所以尤其是开过刀以后 还有可能有残余的癌细胞 那么次用零 这大量服用零 这次的话 就可以把残余的癌细胞 来消灭掉 黄女士 那么大家看看了她 因为穿着染钞 开了五次刀 染钞癌 开了五次刀 你看看她讲话的声音 她的行动都很精神 可以说是现在 才完全归不得健康了 雍中的一个王生元教授 他做过研究 可以把一定发生的病变的 变成癌细胞的细胞 可以视它导向于正常化 这是为什么 这个 灵芝的抗癌 为什么会复用呢 效果那么好 好